有个民进党的市议员就问蒋市长 你们怎么还不办呢 也就是说他们有些人在想 我看你是办不成了 就我看你办不成我就给你传小鞋 我故意说你怎么还不办呢 预算不都在这里吗 所以你看民进党现在是这样的判断 但是我刚刚讲过我的判断是 为了大局找眼 应该还是会办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 那在办这个双城论坛的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压力从哪里来 我个人的猜测 你说北京当局 我当然觉得很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一条边的 从中央到地方的这样的一个治理 或控制的政治形态 上海市他不可能什么都说 我想要怎么样 我愿意怎么样 所有东西都是要更上面点头 那更上面我当然不知道 他会上到过台办 还是说过台办还要往上送 譬如说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绝对不会在上海市的层级 这是我们只要稍微了解 中共的政治决策体制 我们都可以知道的 那台湾这边呢 台北市政府 你看蒋师长他就说 两岸关系越紧张 越要沟通越要交流 然后呢他大概在 九月下旬或十月的时候 我记得他还讲了说 台北市已经准备好了 换句话说 因为台湾的蓝绿 政治是分开的 所以台北市属于蓝军的阵营 那么台北市这边 他想要办的话 民进党他就算要阻挡 可是这行之有年的 地方的论坛 民进党他要阻挡的话 我觉得啦 如果今天我是民进党的测试 我就是要帮他想个办法 阻挡双城论坛 我只能说 那就两岸关系更糟一点 对不对 只能这样子嘛 但民进党他不会公开这样讲 而且我们看一个 我刚刚讲说两湖论坛 南投县跟杭州市 办了 办了很低调 但是还是办了 然后新闻不是讲吗 这个中共的那边的官员来被要求说 第一个你要行事要跟你的申请目的完全一样 不得有矮化台湾的言行 然后你在台湾的行事要低调 陆委会说 以前就这样要求啦 没什么啦 那我就突然想到了 今年的六月 当时还身兼中共 上海市台办主任 钟晓敏 钟主任 他其实那时候主要已经在文化旅游局了 其实我是他我也 我自己想 我也想去文化旅游局 这个工作比较好玩 虽然说也累 但是至少我每天就是规划这个 看这个 至少是正能量的单位 台办真的辛苦 台办不是一个正能量的单位 而且在大陆不是台办常常被 贵台办 对你讲的 好 所以六月钟晓敏主任来的时候 其实跟他同机来的 是两件事情 但同一班飞机 胡歌 对不对还记得吗 胡歌来 就胡歌来了 请问有没有粉丝见面会 握手会 好像都没有 没有啊 对不对 我旁边有胡歌的这个粉丝啊 迷得要命 他本来要冲到松烟去的 因为为什么在松烟 因为只有在那边 胡歌办了一场跟青年艺术 什么创作家有约的一个座谈 对 其他就没有了 根据报纸的说法 胡歌那时候就待在旅馆了 他就一个大明星忙得要死 来台湾变成只能关在旅馆 对 然后繁花 对不对 这个这么红的影集 就他也没有宣传 所以很奇怪 所以就有新闻传出来了说 胡歌啊 听说也是被我们台湾这边的相关单位 告诉我说 你要低调 你不能做宣传 你只能到这边 进行跟年轻人艺术创作者的会谈 你不能举行什么繁花的记者会 或者你宣传上海什么都不行 你更不能讲到双城论坛 有些人 媒体这样讲 讲得言之早早的 对 那么 陆委会 我记得好清楚 陆委会他就用四个字 他说空穴来风 那我不知道哪一边才是对的 但我相信 胡歌来是一个商业行程 不会有人花大把的钞票 请胡歌来 胡歌多贵 超低调的 然后来 然后叫他在旅馆待命 有这种办法吗 如果正常 如果你是一个行销公司 胡歌来的话 一定是让他所有行程都满 除非他个人拒绝 否则的话 基本上一定是个人行程都满 而且他可能还去逛夜市 胡歌旋风 对不对 这台湾这个名人来 最喜欢安排 公共公司最爱安排 就是逛夜市 比如说黄仁勋 他来台湾就是要逛夜市 穿皮衣逛夜市 就是适给你看 适啊 其实我听到这 我有点生气 说真的 你刚刚很多事情 没有听到或忘记了 对不对 胡歌这一块 这些 真的 老师没讲 所以没讲 这算厉害的地方是什么 但是我先讲 冲淡你的记忆 我们要平衡报导一下 民进党说 空穴来风 好就看你相信谁了 我是不会信他们的 打死不信他们 他们最近的行程 等一下我们讲 新加坡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多夸张 可是我必须说 其实如果这样干 那民进党现在在怕什么 他其实很害怕两岸交流 感觉上是这样子 赖清德嘴巴上讲的 跟他做出来的行径 是完全断裂的 他嘴巴上讲 我们中华民国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 所以我们应该大方的宣传 我们的民主自由的美好 你嘴巴上讲的雄壮威武 结果你做起来胆小如鼠 你如果觉得你这么勇 你这么有价值 那你就宣传 对不对 中国十四亿栽包 看到台湾星星向楼的民主自由 岂不是分分钟推翻共产党统治 照你民进党说的不就这样吗 结果其实他对于中国的 相对追求自由派人士 他也是重拳出击 王治安呢 砰一拳击下去 五年不能入境 我跟你讲 治安兄 你不会五年不能入境 只要民进党执政一天 你五年就再延五年 他现在在跟民进党打官司 现在在打官司 对啊 输院就输了 他说他现在要继续打行政诉讼 我再报告王大哥 你可能会一路输到底 对就这样 因为这就是 王治安觉得我很闷啊 我觉得华人世界最棒的民主自由 就是在台湾 我有看他的节目 他就说台湾是一个示范 结果他被重拳打击 所以其实民进党是害怕的 他至于说 我是觉得很多人都错误民进党一件事 民进党不是追求民主自由 民进党的忠实的逻辑 尤其赖金的这一派的人 他们只有要台独 至于台独之后是实施独裁 还是实施新纳粹主义之类 他们只要我能永久执政都好 他逻辑就这样啊 因为那一天他去跟高中生会谈的时候 他讲了一个我觉得惊讶的万分 他说有高中生问他说 全世界最忙的总统是谁 他说第一个应该是泽伦斯基吧 我是第二忙 台湾总的第二忙 我突然惊觉一件事 他缩溜了一个嘴 他很羡慕泽伦斯基 大家都注意他 对我就想讲这个 这跟他的本性有关系 因为他是从自卑 自强到自大的过程 他很自卑 他爸爸很早就死了 所以很少人会说 爸爸留给自己的贫穷 我爸爸老好我姐有散家 然后自强是什么 他很努力的念书 他不是个聪明的孩子 但很努力念书 所以他后来靠学士后 医到了成大 然后呢 可是在过程当中 他现在后来就变自大了 后来只要不顺他的意 他就摔file夹的 丢文件的 大小生配配号的 叫人家现场道歉的 叫将军看到有点起立 叫台南市长台南立委 站起来 所以我的感觉是很可怕 细思恐 对 那问题是 现在的两岸交流 对民进党来讲 他嘴巴 海基会 我还特别注意到 这个新任的董事长 他在上任之前 还说 两岸 同胞之间 不要什么兵戎相见 类似这样的话 对不起 原文我记不太清楚 但是他用了同胞两个字 问题是海基会 董事长 大家也知道 现在摆在那边 没有实质性的功能 因为两岸已经不接触 不交流了 比如说官方之间 所以这个白手套 原则上就是放在那边了 姐妹们总烦到脸上戏文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 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说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